苗栗市公所旁有一棵榕树上面 住了一家五口的黑官马路 这几天碰上了封面带来脏雨 市公所的员工就发现 鸟妈妈为了保护宝宝 紧紧的将雏鸟呵护在翅膀下 也目睹了温馨的母爱 鸟宝宝张在嘴巴 似乎在跟鸟妈妈讨东西吃 母鸟和雏鸟的互动 全被公所员工用手机拍下 突然下一秒大雨滂沱 鸟妈妈一个举动 当场让公所员工直呼 好感动 自己当伞一样 把小孩保护在他的身体底下 不让他们淋乱 所以你刚刚注意看的是 你想把他们撑伞是吗 我连伞都带来了 苗栗市公所旁中的两棵大榕树 上礼拜公所进行修剪时 就发现其中一棵榕树 上住了黑官马路一家五口 牛爸爸和牛妈妈 连日来轮流喂食 无为不治地照顾 牛宝宝长大不少 一只还几度张开翅膀想要飞 这几天碰上封面 榕树树叶被剪光 挡不住雨室 也让公所员工能近距离 看到黑官马路 保护雏鸟的 温馨画面 黑官马路属于叶行性鸟类 繁殖期在每年四到九月 头顶的蓝黑色冠鱼 是最大特征 受到惊吓会禁止 要是太靠近 就会伸长扭动脖子 或竖起冠鱼警戒 这回动物亲情让大家感动 也成了最珍贵的生态酒才 谢谢张欣杰 苗栗 参照 中文字幕——YK